当然了陶妹妹 傅景洪说着 已经从西装的口袋里取出钱包了 她随意地从里头抽出一张卡来 手指粘着就冲店员示意说 把这件婚纱给这位陶小姐包起来 那店员欢欢喜喜地接过来 刷完卡之后就开始打包婚纱 而孙敏这边呢 明显被气得嘴巴都快被气歪了 婚纱装好了之后 那店员还礼貌性地问了一句 小姐 请问这婚纱是送过上门还是 哦 这个呀 不知道能不能请傅老板帮个忙呢 傅景洪醋梅点了点头 她心下已经意识到 女人到底想说什么 但是她并没阻止 不过她想 即使今天她不答应 那么陶乐乐也绝对会逼着她答应的 刚才我看这件婚纱的时候 莫名地就想起了一个人 记得她跟我说过 如果她结婚的话 一定就选一件这样的婚纱 要简单大方 却又不失优雅贵气 我们曾经说好 要做彼此的伴娘 她曾经还跟我说 如果是我先结婚的话 那婚礼那天 她想穿着一模一样的婚纱 跟我合个影 现在 我的那位朋友常住在风铃墓地 不知道副老板有没有空 帮我把这件婚纱 送到那里让她试穿一下呢 这 什么 你别狗作冤斗不识台诀 想婚纱送到墓地去 你脑子没毛病吧 你是不是疯了 景红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 还有 怎么可能会有人送婚纱到墓地去 墓地都是死人 死人能穿婚纱吗 不能吗 副老板前两天还去看她了不是吗 副老板 不介绍一下吗 然而 傅锦红整个人 却是宛如被陶乐乐点了死 血般地站在那儿 她的那双桃花眼 就那么死死地盯着陶乐乐 怀里头抱着的婚纱 男人不太擅长隐藏自己的情绪 所以让人看不出来 她到底是生气了 还是只是简单地在想一些事情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 她周身的温度正在一点点地往下降着 连带着整个婚纱店都跟冰窖一样 傅老板 我说 你不介绍一下吗 傅锦红沉默了好几秒钟之后 这才反应过来 我女朋友杜雪儿 哦 原来你就是那个传闻中 很喜欢去乡下采风教书的杜雪儿啊 还是人民教师呢 说出来的成语就是不一样 真好听 她还说你是狗呢 你 陶妹妹 婚纱我也送你了 再埋谈我女朋友是不是也挺没意思的 傅老板 你说这话可就冤枉我了 你几时见我埋谈你女朋友了 再有了 婚纱刚才是你心甘情愿送的 现在又酸溜溜地跟我说话 有意思 这两年 孙明也算是跟陶乐乐相当熟悉了 在她的眼里 她一直认为陶乐乐 不论是长相气质谈吐 都是明媛的标准 甚至当初她那么对待她时 她都没有像今天这般 咄咄逼人指桑骂怀地说过什么 但是此时此刻的陶乐乐 完完全全地让她这个婆婆 见识到了她的另外的一面 一番话这么听下来 让她彻底地打消了 刚才心里头的顾虑 景红 我累了 我们先回去吧 回事啊 咱们明天再看吧 先走一步了 陶妹妹 这天 她去的工厂里 回来得稍微晚了一点 到家的时候 基本上都已经天黑了 孙明和棉花糖都不在 往常的这个点呢 他们可都是在家里的 于是她急匆匆地就问了佣人 佣人告诉她说 孙明有事出去了 棉花糖也不愿意待在家里头 所以佣人就带着棉花糖去外头挖了一会儿 谁曾想 陶乐乐才刚刚吃完饭还没上楼 但棉花糖的那名佣人 就火急火了的从外头跑回来了 少奶奶 少奶奶 你先别哭 说说怎么回事 棉花糖呢 小姐 小姐不见了 什么 你好好说一下是怎么回事 好端端的小姐怎么会不见了 我不是说过出门一定要紧紧牵着她的手 随时看着她吗 我 我是那样做的呀 可是今天外面 不正好与小孩子滑直轮牌吗 比赛吗 小姐看着好奇 我还一时大一 不知怎的就松开了我的手 广场那里小孩子这么多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找不到小姐了 少奶奶 我 我真的 投了了顿时觉得一个头两个大 她焦躁地拍了拍自己的额头 立刻招来了管家和家里所有的佣人 强装镇定地吩咐说 你去小区门口守着 你去保安室查一下监控 她又指着另一个佣人道 你去小区里好好找找 这里是高档别墅区 一般人也进不来 小姐回来住了一段时间了 保安什么的也都认识 你让他们也帮我忙 还有 她急着揉着鹅脚想着说 如果可以的话 碰上路人也好好地问一下 是 先不要打电话给少爷和夫人 一个小时以后 大家回到这里会合 如果到时候还没有找到 咱们就打电话报警 入夜的别墅区相当地安静 而且几乎每一家都是灯火通明 陶乐乐本来今天 已经在工厂里头跑了一天 已经很累了 线下却是精神的不得了 因为她还在找寻着自己的女儿 棉花糖出生之后 她就没少关心过关于儿童失踪的案子 每一次看的就觉得很揪心 她也曾经在心里头暗自发誓 一定要把棉花糖保护好 不能让她承受那样的惊吓 原以为孙敏还有家里的人都能够把她照顾得很好 因为家里的保镖非常的多 事实上 最近这些天呢 他们也确实带得很好 可能是因为这些天白天的时候 她又忙工作 所以小家伙跟她不能再亲了 到了晚上的时候 她就会跟她越发的亲密 陶乐乐还觉得蛮有成就感的 可是现在呢 她的一颗心扑通扑通的 都快跳到嗓子眼里了 虽然棉花糖并不是娇生惯养长大的 可她说到底 你只是一个两岁的小女孩呀 堂堂 你到底去哪了 陶乐乐心里越想越着急 全身都出了一层冷汗来 这里本就是高档小区 的确没错 可是难免别墅区就不会有坏人吧 想起最近微博上全民热搜的儿童性侵案 她真是越想越觉得害怕 锦绣栏弯真的很大 绿化做的也是一等一的好 花草树木都长得比普通小区要茂盛得多 往常陶乐乐很是喜欢这样的景致 信下她却是担心极了 后背上的冷汗越冒越多 她也分不清楚 到底是被吓的还是被急的 半个小时过去了 她仍旧是一无所惑 陶乐乐不想再等了 她红着眼眶拨打的110 这时候能够依靠的也就只有人民警察收说了 棉花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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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糖 糖糖 用人们喊着棉花草的名字 那声音时不时地传了过来 陶乐乐也是小跑着一路寻找 而此时此刻 在锦绣栏湾的另一栋别墅里头 一个八九岁的男孩看着沙发上端坐着吃糕点的软糯糯的小女孩 她再一次地问她 你知道你家住哪里吗 小棉花草眨巴着大眼睛 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这里的房子长得几乎都差不多 特别是外观上 她怎么可能记得住呢 男孩非常的无奈 她想了一下 刚才就不应该心软把小女孩带回家的 可是刚刚遇见她在那哭又那么可怜 她实在是不忍心把她一个人丢在那 要万一她遇上了坏人又怎么办呢 可是小男孩今年也不过才刚刚九岁呀 她也完全不知道 怎么去和这么小的一个妹妹沟通 哥 哥 要叙叙 要叙叙 男孩为了好半天的劲儿 才理解她小女孩说的是要叙叙的意思 她九岁了 该懂的应该都懂了 也知道了男生的身体和女生的身体有什么不同 可线下也没办法 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在 男孩如果不帮她尿尿的话 眼睁睁地看着她尿裤子上吗 家里也没有给她换的衣服啊 男孩闭起眼睛 小脸竟然露出一些羞涩的表情来 她又看看小女孩说 你会脱裤子吗 那哥哥把你抱到马桶上 你一个人行吗 棉花糖的心里想着 马桶是什么 东东 为什么 我从来没有听爸爸妈妈提过 男孩彻底地无奈了 他挠着头 把棉花糖从沙发上抱下身来 又从纸巾盒里头 取出两张纸巾递给他擦手 小棉花糖还是第一次被除了家人以外的人这么伺候着 所以她就想着平时像爸爸妈妈一样在她的脸上轻了一口 小乃音软软地说 谢谢哥哥 你有你妈妈或是爸爸的电话号码吗 棉花糖眨巴着眼睛看着她 虽然能够差不多理解她这话里头的意思 可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复她 男孩冲着她摇了摇头 直接表示放弃了 半晌之后 她牵起她的手朝着卫生件的方向走了过去 小棉花糖看到马桶顿时就明了了 她自己张罗着就要开始脱裤子了 男孩闭起眼紧帮了她一把 然后把她抱到马桶上 拍拍她的脑袋说 哥哥出去一下 你等一下 不要自己下来 不然会摔倒的 要等哥哥来抱 可以吗 棉花糖点了点头 她用小胖手指指了指卫生间的门 示意男孩可以出去了 男孩看着女孩一副小大人的样子 顿时想笑 她倒是不怕生啊 来了这里之后完全就和自己家里一模一样 也完全不怕自己是个坏人 她出了卫生间以后 就拿起手机拨打了110 想着差不多这么长时间了 小家伙的家人一定很着急 但是她又不会说自己的家到底在哪 于是只能求助警察叔叔了 等她打好了电话之后 她又把小家伙从卫生间里抱了出来 而就在她陪着女孩一边玩 一边等着警察叔叔的时候 客厅的大门忽然被人打开了 爸爸 你回来了 小棉花棠也捏紧了手里的玩具 乐颠颠地跟上男孩 学着她的样子 对着俊朗帅气的男人喊了一声 爸爸 而另一头的陶乐乐接到警察的电话说 有人报警在锦绣篮湾捡到了一个孩子时 激动地顿时眼嘴哭了起来 棉花棠现在就是她的心尖子啊 本来她是想直接过去领人的 但是警方说竟然双方都报了警 那就得走一个法律程序 说必须得在警察的陪同下 才能去报案人员的家里看孩子 警察叔叔来得很快 简单地询问了一些情况之后 又从网上调查到了有些户籍信息之后 才让陶乐乐上车 车子越走 她心里越加得不安 而当警车在那栋白色宫殿式的别墅前停下时 陶乐乐无奈地闭起自己的双眼 她又自我安慰地想想 应该不至于这么倒霉吧 真是孽缘 本来还抱有一丝侥幸的她 在别墅大门被拉开的那一刻 彻底地觉得自己是个完全不受上天怜爱的孩子 真是孽缘哪 虽然开门的男孩叫三年前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但是陶乐乐还是一眼就认出他来了 而他呢也几乎是在他认出自己时 同时认出了对方来 陶老师 好久不见了 立伟 后面的警察看出他们认识 顿时觉得这事好办多了 程立伟还没有开口问陶乐乐 怎么会跟穿着警察制服的人一起来敲门 客厅里头就传来了小女孩咯咯的笑声 叔叔好棒 好棒 陶乐乐一听到女儿的欢笑声 再也顾不上什么寒暄了 她直接就进了客厅 入眼的便是沙发上高大英俊的男人 将又萌又可爱的小女孩伴揽在怀里头 低头冲着她温柔地笑着 一只手里头还拿着形状似高楼大厦的积木 程立伟看了看后头的警察 再看看神情一下子放松下来的陶乐乐 九岁孩子的心里 已经把整件事情的始末理了一个大概来 她走到了警察的面前 以一副十足小大人的架势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两位警察互相对视了一眼 末了互相点头 让程立伟和陶乐乐 各在一份笔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棉花糖和那男人玩得很是开心 再加上沙发上还时不时的有儿童喜欢的听的音乐传了过来 半天之后这才听到这边的动静 妈妈妈妈 程习之几乎是和棉花糖同时扭过头来的 其实早在刚刚她进门时 她就已经知道陶乐乐来了 不过是觉得立伟也能够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所以她就没怎么管 只顾哄着棉花糖开心去了 上次两人在墓园里头打了一个照面 虽然她盯着陶乐乐瞧了老半天 但是说到底 那时候虽然眼睛在看着她 但是她当时真的彻底愣神了 她根本就没看到心里头去 因为满脑子浮现出来的 都是陶乐乐三年前离开时的样子 而现在双方都在这么静谧的空间里看着对方 男人却发现 陶乐乐早已不是三年前那个青涩稚嫩的样子了 现在的陶乐乐看起来非常的成熟弹幕 较三年之前也更显得有魅力了 讲不上来从傅景红那儿听说到 她已经结婚生女的消息时 心底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难受吗 痛苦吗 好像有那么一点吧 毕竟当初自己伤她太深了 而陶乐乐直到最后 也没说过一句恨自己 说过一句怨对她的话 说过一句她不好的话 棉花糖也不明白 眼前这个帅帅的叔叔 怎么会一直这么盯着自己的妈妈看呢 不过她好奇归好奇 却因为表达不出来 只得压在心底 陶乐乐知道 那男人拙任的目光一直落在自己的脸上 她倒是没怎么在意 只是淡定自若地 从她怀里把棉花糖抱了过来 她准备给程丽维说完谢谢 然后就离开这里 程丽维这时已经将警察送走了 再次回到客厅时 心里已经完全没有了刚才和棉花糖 尽情玩耍时的愉悦见 如果她早知道棉花糖是陶乐乐的女儿 那她说什么也不会将她带到家里来 这三年来 她知道陶乐乐这个名字 就是程席之的禁忌 除去她自己想要提起 别人就是提一下陶这个姓 她都久久不能释怀 不过既然这么巧都撞上了 不让他们说点什么 这也不大合适 陶老师 要不要喝点水 立伟 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时间不早了 妹妹差不多该睡觉了 老师就先走了 改天老师请你吃饭 嗯 那陶老师再见了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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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早 不早 宝贝乖 哭了就不漂亮了 先跟妈妈回家好不好 不要 不要 要哥哥 要哥哥 妹妹不哭 妹妹不哭 哥哥不走 孩子的哭闹声吵得逃乐了心烦意乱 今天本就累了一天不说 她刚才走丢又闹了这么一通 真是给她折腾得够呛的 她正想发火 先抱妹妹去玩具房玩一会儿吧 这都老半天了 程立伟可不就一直在等她爸爸的这句话吗 现在她终于松口了 她立马大大的松了口气似的 伸手就想接过棉花糖 妹妹这是在闹叫叫了 老师要带她先回家睡觉了 程立伟一是觉得非常的尴尬 她眨着眼睛 看着坐在沙发上的成席枝 又看了看已经台步离开的陶乐了 终是不知道 自己到底该怎么做才是对的呢 爸爸的心思她不懂 陶老师的心思她就更不懂了 不过她听太爷爷说 爸爸这么多年一直不找女人 就是在等着陶老师回来 可是现在陶老师是回来了 但却有了这么一个女儿 那爸爸以后要怎么办呢 棉花糖却是越哭越厉害 眼瞅着就快走到门边了 她正想要开锁 你干什么 小孩子不是这样照顾的 我的女儿 我想怎么带就怎么带 她是你女儿吗 当然 她可是我十月怀胎辛辛苦苦生下的 是吗 可我看你刚才的样子 怎么那么像一个后妈呢 宝贝 帮妈妈这里来 妈妈带你回家 叔 叔 要和哥哥玩 那就再跟哥哥玩一会儿再走 不过也不能时间太长 不然妈妈会生气的 你看 妈妈生气起来的样子多难看呢 陶乐乐无语了 棉花糖看着男人 又看了看陶乐乐 半晌之后妥协似的点了点头 陶乐乐是真没想到 小姑娘竟然这么不给自己面子 她一张小脸瞬间就拉了下来 孩子刚刚哭了一场 身上有了汗 现在正是春季 如果等一下吹了夜风 会感冒的 陶乐乐这回彻底无语了 如果这时候 她要是再强行把棉花糖抢回来的话 那她肯定就要像她刚才所说的那样 自己就会是一个后妈了吧 何况男人刚才那句话说的也挺有道理的 陶乐乐心里就算是再怎么反感 也不能拿棉花糖的健康来开玩笑吧 能留下来和帅哥哥再玩一会儿的小棉花糖 别提有多开心了 程丽维也是 她献宝似的 把自己珍藏的宝贝 全都拿出来和棉花糖分享 平时棉花糖的那些玩具 不是抱抱熊 就是芭比公主之类的 这下一下子换成了 变形金刚和各种小汽车 小女孩好奇得不得了 和程丽维几乎都快玩疯了 偌大的客厅里 时不时地传出小女孩哥哥的笑声 还有小男孩时不时地说上一句 妹妹慢一点 妹妹 这个应该是这样玩的 妹妹 哥哥来 先跟你示范玩一下 你看 陶乐乐看着这幅童真十足的画面 想着 如果眼前这一切要是能够换个场景 换一个小男孩 这一切该有多么的美好啊 陶乐乐正在这么想着 楼梯口处突然传来了一阵动静 男人明显洗过澡了的样子 衬衫和西装都被他换成了黑色的休闲服 坚硬的黑头发上还沾着点点的水珠 他就那么随便地看了一眼 却好死不死地把视线和男人撞个正着 他的那双眸子还是那般的沾黑明亮 就像是一口古井一般 深沉得探不到底 只是三年了 到底能改变很多事情 如今的陶乐乐在看到男人时 内心竟然连一丝半点的波澜都起不来了 他的眼底是如此的平静 精明的男人又怎么可能看不到呢 可是男人在接触到女孩那么平静的对视时 胸口那儿还是隐隐地疼痛传了过来 那种心痛是如此的沉闷 竟让他有一种快要窒息的感觉 默默然地走向了厨房 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之后 心里的烦躁感和刺痛感 这才好了那么一丢丢 然后对着手里的杯子 他有一瞬间地走神 半晌之后 他又垂头自嘲地笑了笑 在那笑容里头 有苍凉和寂寞 都是如此的明显 程习之走出厨房时 陶乐乐在和程丽维闲聊 好久不曾听到他那软软甜甜的声音了 男人的脚步却是那样顿着了 陶老师 妹妹的名字是什么呀 你可以叫妹妹棉花糖 棉花糖 是那种能吃的棉花糖吗 嗯 就是那个甜甜的意思 这是妹妹的小名吧 那她的大名叫什么呢 妹的大名叫康灵溪 那妹妹的爸爸 也是姓康了 这是自然了 妹妹肯定是跟她爸爸姓了 程丽维的心里想 哎呀 所以 爸爸这回是彻底没戏了吗 如果是真的 那爸爸岂不是会孤独终老了 程丽维如是想着 视线不自觉地就转到了 和他们有一段距离的 程席之的身上 后者却是恍若没听到似的 仍旧是面无表情地站在那 程丽维很想从她脸上 找出一点别的什么表情来 可是她却再一次地失败了 玩了这么长的时间 棉花糖也累了 平时有些闹腾的她 线下坐着都快睡着了 陶乐乐看到她这样 也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心里想着 小祖宗也算是任性到家了 她抱起了 已经睡着了的棉花糖 和程丽维说再见 可刚刚没走两步 怀里的棉花糖 又再一次被男人抢了过去 你做什么 去房间里 取套你的博外套过来 爸爸去送一下 她老师还有妹妹 程丽维点了点头 飞快地朝着 她的卧室的方向跑去 我一个人能搞定她 不劳你费心 你多少斤呢 87斤 你八十几斤 她差不多三十斤 从这里走到康家 要多远 陶乐乐想 距离是不近 但是也不算远吧 可是棉花糖是 她一手带大的 虽说棉花糖是 有些胖乎乎的 但她自问 抱着棉花糖 走这么一起而路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吧 我一个人可以的 你把它交给我 我等一下可以打电话 让人来接我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 你这么爱麻烦人 又这么矫情呢 说我矫情 我要是真有那么矫情的话 能一个人将棉花糖 拉扯到那么大 又这么健康吗 果然这个男人 无论再过多少年 都是这副高高在上 不可一失又毒舌的样子 跟这种没皮没脸的老男人 似乎也真是没什么好说的 夜已经很深了 别墅区非常的安静 睡得香甜的棉花糖 紧紧地依偎在 承袭之宽厚的肩膀上 他的身上搭了一件 成立为宝款的外套 那外套很大 搭在只有两岁的 棉花糖身上 简直就像是一件袍子 但这也正好避免了 睡梦当中的棉花糖 会被凉风吹着 陶乐乐倒是 对这样细心的男人 并无陌生 成立为几乎就是 他一手带大的 他会这么细腻 也非常的正常 只是 当就这样走在 他的身侧时 看着男人一脸 父爱地抱着棉花糖时 那些伤痛的往事 又不可避免地 入侵了女人的大脑 那抹尖锐的疼痛感 直查陶乐乐 心灵的最深处 那种疼 真的深刻刺骨 痛到他连喊痛的 声音都不敢有 而这一刻 痛得又何止 投了了一个人呢 男人的心里 何尝不难受呢 只是 坚硬如他 让他如何在一个 女人面前表现出 自己伤痛来呢 他强压住心底 那些翻滚着的情绪 丧音阴雅地 心动不唇说 孙敏他 没有为难你吧 他现在对我挺好的 他呢 他有没有介意你的过去呢 也没有 他不是那样的人 他 对我很好 成熙之心想 也对啊 是我多信了 康彦伟先前就那么喜欢他 现在 陶乐乐又给他生了一个 怎么粉雕玉珠的女儿 他怎么可能会因为 他的过去而嫌弃他 否定他呢 气氛一时间 就这么冷了下来 之前大家都不说话 感觉也没什么奇怪的 可是就聊了这么两句 突然停了下来 就给人一种 非常尴尬的感觉 你呢 你这三年过得怎么样 和何小姐 不 应该说是成太太了吧 怎么样 我们很好 陶乐乐也点了点头 相望无言 又是一阵沉默 两栋别墅相隔也不是太远 没多大功夫就走到了 把它给我吧 到了 成席只看了他一眼 没说话 也没有把棉花糖交给他 往前又走了小几步之后 这才低声对他开口说 到门口吧 这么小的孩子 睡着了不能吹风的 不然容易感冒 距离大门也就只有几步之药了 逃了了摁好门铃之后 成席只这才把棉花糖交还到他的手里 什么时候回英国 三四个月以后吧 成席只也没再说什么 用人这时正好过来 大门响起的那一秒 成席只将盖在棉花糖身上的外套 拿了回去 陶乐乐则是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不过也随即明白了他的意思 虽然现在孙敏因为棉花糖 慢慢地开始释怀 女人以前的生活作风问题 但是释怀并不代表他已经忘记和不追究 如果他没猜错的话 前些天意外碰上傅锦红时 他的心里头已经开始起了疑心了 所以成席只这样做 无非就是怕用人还有孙敏 看到这件男孩子的外套之后 会乱想一些别的什么事情 而大门打开的前一秒 成席只已经信步地走出大门几米开外了 陶乐乐有心想跟他说声谢谢 但是最后都压在喉咙里头 目送着他离开了 少奶奶 谢天谢地 谢天谢地你们回来了 少奶奶和棉花糖回来了 陶乐乐淡淡地硬了一声 示意用人赶紧把门给带上 然后抱着棉花糖准备上楼 既然今天的事没有跟少爷和夫人说 那以后不要再提及了 谢少奶奶 谢少奶奶 下不为例 记住 虽然今天万幸没有出什么大事 以后如果小姐闹着要出门 你们一个人看不过来的话 一定要再多叫上一个人 说示好了小家伙之后 陶乐乐又去冲了一个澡 他习惯性地拿起手机 朝着落地窗前走了过去 康炎伟在这几个小时里 给他发了好几条的微信 他一条一条地看过之后 又都回复了过去 那段半天都没有再发过来 显然应该是在忙吧 啊 陶乐乐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 已经快要十一点了 他懒懒地打了一截哈欠 拉上窗帘准备去睡觉 却意外地瞧见了 楼下有一道黑色的人影 那人站得很直 借着灯光 陶乐乐可以清晰地看到 他的身形和轮廓 还是如从前那般的稳健 高大鼻挺 他正在抽着烟 若有所思的样子 没吐出一口烟圈时 还微微地叹了口气 看他那样子 应该是在楼下站了很久了吧 陶乐乐盯着他的身影 看了两秒钟之后 淡定自若地拉上窗帘 他知道 以男人的性格应该不会 也不可能再来纠缠什么 而陶乐乐也实在不懂 这男人这么大半夜的 站在自己房间的楼下 是想要干什么呢 不过他想如果可以的话 他真的要搬离这里了 逃避 有些时候是因为害怕某一件事情 而有的时候呢 逃避就只是因为 想一个人抛开以前的种种 并且想永远都不要再激起 所有的一切了 过去的任何人和任何事情 都不想再让他们掺和到 现在的生活里头来 陶乐乐呢 明显属于第二种 她不是害怕 也不是不想面对 就只是单纯地想要永远忘记 然后永远不要再相见 因为在现在的她看来 这都是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 承袭之意 这等到她想等待的 那个房间里的灯灭了之后 她这才掐灭了手里的烟 转身离去了 回到家的时候 程丽维还没有睡着 爸爸 对不起 好端端地 跟爸爸道什么歉呢 爸爸 我不是故意的 如果我早知道 她是陶老师的女儿 我一定不会将她 带到家里来 让你伤心 承袭之嘀嘀地笑了两声 长腿迈向了楼梯 小孩子不要想 那么多大人的事情 爸爸心情很好 太晚了 你快去睡觉吧 程丽维则是 纳闷地咬着唇 站在原地 看着身材奇长的 承袭之消失在 自己的视线里头 他真的想不明白 爸爸为什么 就那么嘴硬呢 明明在听到棉花堂的大名时 他整个人都被一种巨大的悲伤笼罩着 连他一个小孩子都能看得出来 可是他为什么就不承认呢 二楼的书房里 承袭之手指一杯红酒 在落地窗边站了很久之后 这才躲着步子 走到了书桌旁 拉起大班椅 坐下身来 电脑界面显示的是一个邮箱的收件箱 最新的一封邮件显示的时间是今天上午的十点五十分 邮件的主题是 英国 男人斜着脑袋 对着英国那两个字发了一会儿呆之后 这才慢慢地回过神来 他这才点开了那封邮件 前几天的时候 傅锦红突然跑到他的办公室里跟他说 在婚纱店里偶遇上了陶乐乐 说他结婚了但是还没办婚礼 而且他还生了一个超级萌 超级圆润的女儿 知道这个消息时 他也意外 当然也不意外 毕竟当初他是知道 他和康炎伟一起去的英国 而且三年的时间如此的漫长 本来就很容易发生好多事情的 所以也没有让邹浩去查什么 倒是傅锦红呢 成天跟个娘们似的 在他耳边叨叨个不停 但是承袭之呢 却并没放在心上 然而却还是在连这两天 都梦到那个逝去的孩子以后 他动摇了心里原本的想法 他心里想着 干脆让邹浩去查查也好吧 至少可以知道陶乐乐 现在过得到底好不好 而承袭之自己呢 有没有可能在三年之后 为他做点什么呢 即使是明知道康炎伟的为人 也知道康炎伟会和陶乐乐 长期待在英国 不会和孙敏有过多的接触 可男人仍是非常担心 也是害怕孙敏 会因为之前的一些误会 为难陶乐乐 这样对他不好 而对于陶乐乐 他觉得自己亏欠的太多了 即使三年前很多的事情 他是有苦衷的 他也后悔当初那些 自以为是对的选择 但是呢 他仍是每每想到陶乐乐时 都心如刀脚般地疼痛着 两久之后 承袭之这才挑眉松了口气 他滑动着鼠标 开始查看邹浩查到的内容 有很多的照片 也有很多文字 甚至邹浩都将女人大肚子 还有产检的一些照片 给弄到手里了 男人一遍又一遍地看着那些照片 心脏那儿 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地揪住了似的 不停地来回地撕扯着他全身的神经 痛得他只能对着那些照片淡然地笑了笑 好似现在的男人 不管是想起陶乐乐时 还是真正见到陶乐乐时 除了淡淡地笑之外 他就不能再有别的情绪了 英国三年时间 除去蒋浅南去世时的那段时间里 陶乐乐过得不开心之外 其他的日子里 他过得非常的开心 笑得像阳光一样灿烂 尤其是抱着棉花糖的那些照片 使得陶乐乐整个人美得 就像是发光的小天使一样 看得出来 他真的非常的疼爱 也非常的喜欢棉花糖 这一点 早在陈丽维的身上 他就已经看到了 只是陈丽维 到底跟陶乐乐 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可是棉花糖就不一样了 就如陶乐乐自己所说 那是他十月怀胎 辛辛苦苦生下来的 照片很多 男人不紧不慢地 一张张地翻看着 而翻到单独是陶乐乐的 个人照时 他又多停留了一会儿 然后把照片放大 再放大 无限地放大 怀孕的前后 陶乐乐身材并没有发生 太大的变化 皮肤也是 不知道是不是男人的错觉 他反倒觉得陶乐乐 生完孩子之后 皮肤变得更好了 小脸蛋也变得更加的迷人了 看到动情之处 男人总是会情不自禁地抬手 抚摸一下照片上 那灿弱桃花的娇眼 身体里的每个地方 想他都会想得发疼 这三年时间以来 很多时候男人都不太敢想他 今天如果不是再次遇到他 可能他也不会如此地放纵自己的 也有和康言伟亲密的照片 俊美的男人 从身后揽住了女人娇小鲜细的腰身 眼角没烧处 都有着浓浓的情意 而女孩呢 则是一副幸福的样子 靠在男人的怀里 巴掌大的小脸上 写满了羞怯和满足 他们看起来如此美好 是那么的相爱